星期三 廠商會不會有兩筆好碼? 偉達點缺責? 沈雜成 放駕拍 新馬爭出頭 阿佳 問你的問題 你星期三有甚麼心意? 你為甚麼經常大聲問這麼尷尬的問題? 影響我的形象 我這樣也叫大聲嗎? 不是沒有禮貌 而且我問你心意而已 這樣也尷尬? 那…那我不是做功課 你在觀眾面前問人家心意 我怎麼下台? 我只是問問而已 其實我已經做完了 你不用那麼激動 未來星期三會上演三班 1650米廠商會杯 當中有五碧拳馬房的勁飛羊 和高白身馬房的南洋望族 他們兩匹今季都贏過兩次 而且全部由偉達操刀 這次他們同場上陣 偉達就選擇南洋望族來測劇 不知道最後結果會是怎樣呢? 喂 阿佳 又問你的問題 你知不知道甚麼是後發先至? 你又這麼大聲問我這麼尷尬的問題 影響我的形象的 OK 只問我哪有令你尷尬? 我只不過是問你甚麼叫後發先至? 後發先至? 即是遲來才上岸? 你這樣問 明明在觀眾面前笑我不覺得新人厲害 我哪有這樣的意思? 不過新人的力量真是不看得少的 審習城馬房的好香港 將會在四班1200米賽事到第二次上陣 常像他跑第二 今次必定好受注目 而同場亦有方家拍馬房的孫子尺套出出 他的同主馬孫子騎兵 不止一出即勝 而且還連贏五場 到底孫子尺套可不可以有他表現這麼勇猛呢? 大家好 我是Kyberley 今集區區大名 我會和第一介紹高八身馬房的南洋望族 到底他的名字這麼有氣勢 背後是有什麼故事的呢? 馬主代表說 東漢開國功臣鄧宇是鄧氏的軟組 他是古時河南省南洋棍新野人士 所以南洋望族代表了鄧氏的子孫 接下來星期三 南洋望族會在三班1650米廠商匯杯上陣 今季他跑同程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希望他今次可以繼續光宗耀組 阿嘉, 問你的問題吧 你又怎麼這麼大聲問我這麼尷尬的問題? 我這麼溫柔也叫大聲嗎? 我也是打算問你之後做什麼 當然是叫平穆人問心水 避止星期三晚的夜菜吧 我知道了 你擺明人想在觀眾面前旁敲質疑 看我會偷懶 你這樣很影響我的形象 不行了…不問了 再見 廢話一點